台二根延伸线山脚道路总长41.2公里 北起投城乌石港南道东山乡 道路在非都市计划区内的路宽为12.5公尺 都市计划区内为15公尺宽 串联县内重要观光有期景点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到宜兰视察 预计126年要完工 在道路设计上立委陈俊宇提出人行道 脚踏车道也要一并规划 还有路线因也有经过永泉区及生态敏感区 在开闭道路时也需要考量环境 守护宜兰好山好水 台二根延伸线不仅是宜兰四重六横的 非常重要交通路网 更是一条我们宜兰县观光的重要道路 必须一并规划全段的人行道及脚踏车专用道 在观光人潮较多的区域 车数也要做重新的评估 而在目前的路线规划上 似乎有经过不少的永泉带极生态敏感区 我们也请设计单位在规划时 应该要守护住永泉和宜兰的好山好水 因为这些都是我们宜兰重要的观光资源 但是我也要求他们说不是只有车辆行走 机车行走很方便要有人本的想法 所以要有人本的交通还有禁令禁牌 然后要节能减碳 所以我们会增加人行道增加自行车道 来友善行人 我想这样我们会使整个的观光业 还会能够更多的发展 那当然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 我们对生态保育也是相当的重要 所以未来我们在经过湿地 还有经过这个鸟类的栖息地的时候 对于生态保育的这个部分 也会来加强 让我们交通建设 对于这个高风险民暗地区的影响 来降到最低 铁路高架可以改善都市隔离 交通阻塞问题 行政院在109年核定宜兰制罗东铁路高架化计划 长度约15.85公里 改善九处平交道 立委成俊希望中央能在今年通过 环平加速骑程 目标两年内动工 并争取15公里以内免地方配合款 铁路高架的部分 我们也希望今年能够顺利地通过环平 并且加速后续的骑程 在此我们恳切地拜托 行政院陈建仁院长 能够来协助铁路高架的部分 是否能够在两年内动工 同时再次向院长建议 关于经费部分 是否能够请中央补助 15公里以内免地方配合款 以利财政困难的宜兰县政府 争取重大的交通建设 行政院长陈建仁今天接连在宜兰视察 台二跟延伸线铁路高架两大重要交通建设 在卸任前为工程进度把关 宜兰新闻记者 黄筑和采访报道